做好樣子幸福一輩子 剛生完的時候 我以為我可以 回家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有一天的晚上 小孩在哭 媽媽就跟著大哭 然後我就說 天啊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不要這樣子了 這崩潰 我第一胎是媽媽住 我的哥姐都住在我附近 所以大家全部都到那邊去吃飯 每天都辦得 然後我先生 我那次做 媽媽 是我懷孕 我第二次懷孕她很害怕 金妹妹 現在就雙新家庭 只要老婆大人生產的話 所以有一個中心就有應運而生 叫做 因為老公也不會 老婆又沒經驗 你知道台北市 合法的作業子中心就有70家 不合法的更多 甚至有商人花了好幾億 蓋了1000多瓶 這麼大的作業子中心 一個商場 對 每一間每一間的房間 都綠意盎然 每一個房間都有景色 都可以看到天邊 都可以看到星星 可是我覺得這個產業 應應而生的非常好 因為不知道 減少了多少的婆媳問題 對 而且重點是 媽媽的月子做好了之後 老公的下半輩子就幸福了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 這個做月子的方式 如果月子期間 真的你有乖乖的 好好的做的話 你真的你的人生會改變 你的下半輩子會過得很舒坦 你會上天堂 可是如果真的沒有做好的話 真的很慘 這有可能就是住套房 所以今天我們的小豬妮 一定要看 對 所以我們現在的月子中心 種類有非常多 到底有哪幾種 我們請潔玲來告訴我們 是的 現代人坐月子 有很多的選擇 有些人會選擇在家 有些人選擇在月子中心 甚至有些人直接把 月子中心的保母請回家了 所以就要問一下 現場的漂亮媽咪們 都是選擇哪一種方式呢 先來看一下皓如的好不好 對 我生了兩胎 然後我兩胎的經驗 就是完全的不一樣 一個是非常省錢 然後又是 沒有 就是 沒有 就是有經驗不一樣 對 一個第一胎 我第一胎是請月子媽媽 就是到家裡來的 上下班制 然後六日是休假這一種 對 然後第二胎 我是住月子中心 你的是倒過來 一般第一胎都買月子中心 對 完全反差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我的心得 好 來看一下花了多少 我先看一下錢 差這麼多 對 差六倍 月婆豆腐只有四萬塊 有這麼便宜嗎 對 因為我是 她是上下班制的 當然她有24小時 大概就是早上 譬如說八 九點來 煮早餐 然後晚上大概六 七點走 可是我朋友互換走 沒有 沒有 因為時間 像比方我也有請月婆 然後可是我請月婆 就是24小時 價碼就差很多 對 24小時的話 大概會兩倍到三倍 等一下住在家裡 我心生兒不就是晚上 對 所以 所以晚上生媽媽嗎 沒有 因為第一胎想要 在老公心目中塑造一個 勤儉持家的男生 沒錯 沒錯 假老 這就是假老 我那時候剛生完的時候 我以為我可以 然後我就跟老公說 這樣子我們也不要花錢 也不要那麼高調 我們就待在家裡 然後我就真的生完了之後 我們就是先回家 回家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有一天的晚上 小孩在哭 媽媽就跟著大哭 然後我就說 天啊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不要這樣子了 這崩潰 因為都沒有睡 後來就緊急 硬巧 妳怎麼敢這個樣子 那時候不懂 本來要低調 結果大哭 全村都直接 搞得我老公也嚇壞了 半夜就開始一直打電話 問朋友 然後一直找人幫忙 因為月子中心都很滿 很難巧的 後來妳沒有辦法臨時去 後來就左拜託 右拜託的 然後好不容易給他拜託 拜託出一個房間 連夜就搬到月子中心 好像有像飛了 好像在逃逃逃 可是真的 我跟妳講 真的瘋了 因為不會 好 所以昊如後來有發現 就說第一胎真的吃不消 不行 第一胎會把自己 搞得快死掉 千萬不能走這一步 所以我第二胎 千萬不能走這一步 千萬不能走到這個不歸路 而且我覺得在家做月子 有一個很不好的 就是很多三姑六婆 跟長輩會來關心妳 然後他們有時候 不是真的來看產婦的 有些人就是來玩小孩子 然後妳小孩子那時候都很小 都才出生幾天 媽媽都捨不得抱著抱著 叫醒他 睡那麼多幹嘛 叫他起來玩 幹嘛睡那麼多 那一天平常昊如對人也很狠 真的 朋友才會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妳就瞬間覺得很心疼 那朋友來看妳 妳真的好像又要把嬰兒 拿給他們就是做一下公關這樣 所以妳覺得住月子中心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探訪 鹹雜人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丁寧當初是怎麼坐月子的 我第一胎 第一胎是媽媽座 在家裡 對 因為我媽媽是那種很會嚇唬人 她是那種可以辦得的 辦實作那一種 超強 然後因為我姐姐沒有生小孩 所以她逮到 她女兒終於有一個女兒懷孕了 她想展現一下 對 所以我媽媽就是 鍋碗瓢盆大包小包 就到家裡面來 躺到你家來住 然後而且很誇張就是 因為我整個說我媽人緣太好了 就是說當我們的醋鼻桃味 知道她的女兒懷孕之後 你看她們開始自己釀酒 送我10公升的米酒 而且 這樣很好 自己家裡做的現在多珍貴 是 然後還有麻油自己做的 對 然後邱昂老師 那個米酒就大概60%的 就是那種 妳知道我第一次 我們那時候坐月子的時候 我們家的警報器常響 因為酒精濃度太高了 警報器就響了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的哥姐都住在我附近 所以大家全部都到那邊去吃飯 媽媽就剛好一家人 可以聚一聚一起 每天都板得 對 每天都板得 然後我先生 我那次坐月子 我先生大概胖10公斤 所以我懷孕 我第二次懷孕她很害怕 她立刻去先減肥 因為她很怕說 媽媽又來了 對 又要胖10公斤 然後她可是 可是妳第二胎 媽媽就沒有幫妳坐 對 因為第二胎就是媽媽 因為我真的覺得也太辛苦了 然後原本有考慮過月子中心 但是因為我考慮到我女兒了 因為其實我女兒在 我懷第二胎的時候 就整個情緒非常的起伏 例如說我們每次去產檢的時候 都跟她講說 妳來看一下那個小Baby 這是她的心跳 小Baby這樣子 她只要一進去 那個產檢的地方 她就說我要出去 跟護士玩 就不想看就對了 她不看 她就一直都在外面跟護士玩 就排斥 對 這10個月都這樣子 所以醫生跟我提醒就是說 妳女兒可能這方面情緒 比較需要一點點 安全感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我先討論了一下 我們決定還是要在家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妳這兩胎的費用好不好 好 然後因為這樣子 費用就也差了很多 在家坐月子花了10萬 然後外送反而比較便宜 我剛剛有說了 因為在家媽媽都很澎湃 每天一隻雞 對 動不動就炒雙腰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哥哥姐姐姐不來吃 所以媽媽是從妳一生的第一週 就開始麻油雞跟雙腰了 對 還有鱸魚 沒停過 所以你看我的那一個月有多恐怖 可是就是要偷做 但是我都是 像我媽媽我媽做我只喝湯 因為我不太吃肉 我就不吃肉 對 然後那個坐月子餐 我就很清爽 然後清爽 因為我現在也很高興 因為她終於不要那麼胖了 對 所以這兩胎的價錢就差很多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王瑩是兩胎都坐月子嗎 對 就是都在月子中心嗎 對 我也是那種 還沒有結婚 還沒生過小孩 我就覺得月子中心 很好住的那種 妳應該是前面有身邊的朋友 先生了對不對 有嗎 其實沒有 妳是生活圈裡面第一個 朋友因為第一個結婚 第一個生 對 很慘 但是還好就是我滿喜歡 蒐集這方面的資訊 那個時候我是兩胎 絕對沒有考慮在家坐月子 真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王瑩這個月子中心 現在一般大概價錢要多少錢 因為我那時候住的時候是 45 因為我都住滿45天 那她住比較久 對 然後那時候 其實住到25天的時候 捨不得了吧 不是 就有點受不了 受不了 然後往外跑 帶她久 我到25天都沒有出去 好乖 就只有帶小寶寶去打預防針 所以真的就受不了了 所以中間一度偷跑出去 就那個到第20幾天的時候 我跟我老公就去 想說去外面吃個飯 好 看個電影 對啊 對啊 就覺得很高興 然後那個時候 大概是3月份 以前的3月好像比今年還要冷 所以我出門的時候 就穿長靴 毛襪 對 要通通包著 不能吹到包 然後毛帽 還有加口罩加大圍巾 對 然後我就很高興 看完電影回去 然後結果第二天 然後我是跟月子中心的人講說 我是出去要看醫生 覺得在口罩找到票根 皮膚過敏 我是更慘 皮膚過敏要去看醫生 然後結果第二天報紙登出來 就被偷拍到 結果就被偷拍到 對 他們也太厲害了吧 真的很糗 所以有沒有說 那個媽媽昨天電影好看嗎 很糗… 然後月子中心那些護理師 對 就像妳剛剛那樣子 你說沒有 我是看完醫生之後 我們還有一點空檔 所以順便看妳的影 好 所以坐月子 其實要注意的事情很多 現在的選擇其實也很多元 對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來賓月子中心的價格 其實也相當懸殊 我們來賓手標是出來的 他的價差其實是滿大的 不過最近有很多 強調頂級 強調豪華的 一直要抓我們準媽媽的心 但是你知道 他真正背後的服務是什麼嗎 沒錯 而且因為坐月子中心 都講說有專家可以幫你照顧 然後新手媽媽就不用 一邊坐月子 然後一邊又要手忙腳亂 去照顧寶寶 有的時候媽媽真的會崩潰 可是問題是說 現在月子中心 當然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產業的誕生 其實是造福了很多 辛苦的新手媽媽們 可是也相對的 產生出一些問題 比方我們之前有看過 可能新聞上有嬰兒猝死 或是集體感染的這些問題 其實也讓很多的新手爸媽們 是非常的擔心 所以這個月子中心 到底應該要怎麼挑呢 我們來聽聽潔琳怎麼說 好的 剛剛在憲哥 在一開始就有講 台北市光是合法 就有70多家 這麼多家 你到底要怎麼選擇 今天我們幫大家分成的三類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醫療院所的 裡面的院中心 那在裡面就有醫療 非常健全 人氣也非常的夯 再來就是具有 產科醫護項目的診所 在裡面醫師也非常的親切 而且你還可以減少 舟車勞頓 接下來就是最夯的 就是純月子中心 重視服務 而且護理人員非常的多 你選擇的是哪一種呢 你真的也不講 你真的不知道 講了你真的現在才知道說 月子中心其實有分得這麼細 對 然後有分得這麼狀況 因為像媽媽那時候我們 我大概是七 八年前 八年前做的 所以那個時候 月子中心剛剛開始 還沒那麼多 說實在 然後那時候我們只在看說 房間就不漂亮 然後要看一下說 媽媽月子餐的Menu是什麼 對不對 她的狀況就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 寶寶的照顧方面的東西 都忽略了很多細節 像皓如 你是怎麼挑 現在都比得很細 我看現在網路上 還有媽媽在比說 那個月子中心 它是自己的一整棟樓 還是它是合併在辦公大樓 所以我們已經合併 他們都很 有媽媽很在乎 因為如果你是在辦公大樓裡 那你進進出出 就會跟很多上班族 同一個電梯 上上下下 那不就很麻煩嗎 你都接觸到外面 沒有 因為月子中心 有時候是有很多層樓的 然後其他層樓就是辦公大樓 它是辦公大樓 譬如說15樓裡面的6層這樣子 然後有些媽媽很在乎 所以有些媽媽會專門找 那一棟只有月子中心的 比到這麼細 對 我覺得月子中心 當然剛剛憲哥有說 很頂級的服務 我們有講到說 大寶跟二寶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三思 要接受 因為我就在那邊就發現 像我住月子中心的時候 因為你是第二胎去月子中心 對 然後我老公走進來的時候 我老公就跟我說 外面有爸爸在跟那個護理師吵架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那個爸爸 偷渡阿嬤進來 跟小嬰兒童一間 結果被月子中心發現了 因為嬰兒只能接觸爸爸跟媽媽 其他人都不行 人家長輩想要看什麼 長輩要割著玻璃 然後被月子中心 馬上知道了以後 月子中心馬上把他的嬰兒 從房間拿出來以後 隔離到另外一間 還不能跟其他嬰兒在一起 要隔離 然後那爸爸就非常不高興 就說你是嫌我阿嬤髒嗎 可是這個就很兩難你知道嗎 因為立場不一樣 那有一點人員立場 就怕說萬一集體感染會有問題 對 但我覺得這是 我喜歡月子中心的原因 小孩還小 不要太多人 我還會考慮的就是 離我老公公司不要太遠 然後還有就是口碑的部分 我現在住的這個月子中心 就是潘若迪潘老師介紹我的 然後這一個是 這個是我前三天 這個是我前三天住的房間 就跟住飯店一樣 對 這個是他們最好的房間 那我前三天住在這裡 大概一個晚上就是 一萬二到一萬五 那因為整個太大了 我走得很累 我後來尋了 這個廁所都已經 走得很累 真的 我不騙你很累 你從廁所走出來 外面那個有人要來送餐 你走出來 你都想說我要走多久這樣子 那這個是什麼 後來這一個 後來我是換到了一間 比較溫馨 當然價位也大概降一點 就不會到萬了 大概八千塊左右 然後它會比較溫馨的感覺 也是旁邊會有一個四人的小沙發 可以四個親友坐在那邊 然後你就是雙人床 那爸爸睡哪裡 爸爸有地方睡嗎 所以我的老大 就是大寶跟先生 沒事兩個人就躺在那邊 兩個擠在一起 所以要更累 他一直抱小沙發 所以請問一下到底是誰生孩子 到底是誰 然後我就只好抱著嬰兒 坐在椅子上 然後一直餵奶子 好慘喔 那來問一下王盈 因為你兩胎 你兩胎住的月子東西 不一樣對不對 對啊 所以為什麼你第一胎住的是什麼樣子 後來為什麼要換到 第二個月子中心 第一胎住的也是當時最好的 隔了兩三年日新月異 所以第二胎它又更好了 更好了 對 那你第一胎挑月子中心的時候 你怎麼挑 所以我也挑第一個它的景色 也是很像飯店式的 對啊 好看喔 旁邊那個沙發是老公睡的是不是 沒有那麼可憐啦 這會客的床 這衛浴 好 所以也是就是非常完整對不對 就是它如果你剛剛 它剛剛落地窗關起來 它的景色很好 如果你覺得景色很好 那你整個坐月子心情 就會比較好一點 你就不會一直想要往外跑 如果你是住在一個密閉式的裡面 就會覺得 沒有可憐喔 都不能出去 對 然後還有我還考慮到 就是嬰兒的護理員 就是可能他是幾位照顧一個嬰兒 這個我自己比較在乎 對 我會問得比較清楚 就是說幾位護理人員 照顧幾個嬰兒這樣子 對 然後它裡面的住院醫師 譬如說我覺得基本上 一定要有婦產科跟小兒科的醫生 對 我覺得它有一個 最貼心的照顧 就是很多媽媽其實生完之後 我們真的很不會擠奶 就是自己不知道要怎麼喬 對 然後真的就是月子中心 會有專人去幫你喬 就是幫你怎麼擠 通乳 通乳腺 對 通乳腺 因為其實出第一胎的時候 你自己不會痛 幾乎都不會 真的是擠到這個發炎 對 發炎 真的 對 真的 好 第二胎的這個 螢幕上的月子中心的照片 就跟第一胎的風格 不大一樣 對 比較簡約一點 房間的風格不一樣 那你為什麼會選它 也是第一個 這個也是因為它的景色 然後還有它的設備 又比第一間更多的一些 所謂設備是指什麼 譬如說它所有的洗澡或是 像它洗頭是用薑汁洗 真的嗎 有 幫你洗嗎 還是 有美容師 你可以請美容師來幫你洗 它有個洗頭的房間 躺著就是像美容院這樣洗 也太好了 所以根本就不用30天不洗頭 就對了 對 你不用出去了 真的 對 它會鼓勵你洗 但是就是它會幫你用薑汁洗 然後洗完趕快吹乾 然後洗澡的話 也是它都是用鍋爐水 就是可能就是已經煮沸過 燒開過除菌的水 它只要一開水龍頭 就已經是鍋爐水了 了解 對 然後還有譬如說像是 SPA 我覺得它SPA一定有 是嗎 媽媽生晚可以坐SPA嗎 有 有一個房間 就滿好的 裡面都開暖氣 對 所以這樣子 像王芸形容到現在 她的坐月子 其實真的很像是在出國 度假的感覺 難怪她的孩子的懷念 這樣你應該很甘願 馬上升第三胎 第四胎 他生小孩整個就是在度假 很享受的感覺 而且現在這個月子中心 已經又更好了 這個部分我們要請問一下 詹醫師 剛剛王芸在講 其實產護她心中 有很多的一些需要 當然我們在選擇 坐月子中心 當然希望說服務很好 我們在選擇的過程裡面 這個衣服的比例要怎麼挑 另外這個醫療資源 通常要進來 有這麼多的需要嗎 產護45天就恢復好身材 對妳怎麼判斷的 我大概 我前後都只搭花了 我第一胎花40 第一胎花45天瘦 我第二胎大概花不到30天 我一出來月子 我就會立刻開始運動 我們看一下妳的瘦身 被複製什麼 聽到 的 好 的 by bwd6